他可能说到以色列人 但是从这里呢 却可以给我们学习预备的功课 一个太子说 他说那时天国好币 十个童女拿了灯出去迎接新郎 其中有五个是余卓的 有五个是聪明的 余卓的拿了灯 却不预备油 聪明的拿了灯 又预备油在器皿里 新郎食言的时候 他们都打嘴睡着了 半夜有人喊着说 新郎来了 你们出来迎接他 那些童女就起来收拾灯 再往下啊 余卓的最聪明的说 请森点油给我们 因为我们的灯要灭 聪明的回答说 恐怕不够您我用的 不如你们自己到 哪个地方去买吧 他们去买的时候 新郎到了 那么预备好了的 同他进去坐席 门就关了 其余的同理随后也来了 说主啊主啊 给我们开门 他却回答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我不认识你们 所以你们要警醒 因为那日子那时辰 你们不知道 这段经文里边 再打回一结 这段经文里边 我们看到 神提醒我们 耶稣亲自给他们 门主们讲 告诉他们 怎么样应该预备 我们今天都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今天是被救了 然后等着耶稣再来 这段时间 怎么活 我们应当怎样行 是每一个神的儿女 都应该问的问题 如果你今天是神的儿女 你必然要问这个问题 不是神的儿女不用问 他们就活在世界当中 把这个世界告诉他们 怎么样 他们就怎么样 对吧 因为他们就追求这些东西 是神的儿女必然要问的问题 你怎么活 好 耶稣就不用 圣经里边不断 像圣经 整本圣经 就是告诉神的儿女 怎么活 应当怎样行 应当怎么样预备 你看这里边讲的说 五个愚拙的 五个聪明的 他们有什么区别 他们都没什么大的区别 都有跟 新郎持炎的时候 我们知道新郎就指耶稣 新郎就指耶稣 对不对 耶稣有一天要再来 他就看你们 你们有没有预备 有五个呢 他就是愚拙的 有五个呢 是聪明的 唯一的区别 他们都有灯 都打盹 我们不可能不打盹 耶稣持炎了 我们都会打盹 但是唯一的区别是 他们虽然说打盹 但是一个呢 是灯里有油 一个呢 灯里没油 等半夜的时候 我们永远不知道 耶稣怎么时候再来 等他再来的时候 一叫 他就区别出来了 什么意思 我们今天是神的儿女 我们应该好好的预备 你今天神也没有逼我们 但是神不断地 启示我们 神的儿女要好好的预备 每个人不同的 我们今天都活在这个世界上 每个人都非常忙碌 每个人都被这个世界 不断吸引我们 都被我们各种各样的事情 缴绕我们 但是这里边还是有分别 有预备的 有没有预备 什么叫有 你今天 我们议了这个 怎样读圣经 我希望没有拿到的人 还可以继续拿在那里 读圣经是不是预备 你要明白什么心意 对吗 你要好好读圣经 但是读圣经也有分别 有的人是马马虎虎读 有的人是真的用心读 有的人是还去默想 有的人不仅默想了 他还照着去做 不同的预备 这都是预备 这都是装油的 忘记里边装油的 对吗 你有没有装油 这个是耶稣不断地提醒我们的 实际上你看圣经 马太福音 这四本福音书本 耶稣不断地给他们读讲 你们要警醒 你们要警醒 你们不是没有目标的 不是像没有神的儿 没有神的人一样 他们活得完全不知道为了什么 他们就活得不知道得到他们公义 他们就追啊追 这个办法是空的 他们也不管这个 但是我们清明楚楚 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 我们耶稣再来接我们 我们今天就活在这样的等候当中 但是等候没有说让我们睡觉 有人说那基督徒什么 我们干了 睡觉吧 等候还有等候等候的事情 好 讲完这几节节目 我们再看下一节 再往下 前面一段是怎么预备的问题 后面一段 咱们给神的儿女讲 怎么服事神的问题 今天我们很多神的儿女 很想服事神 对吧 我们一记得 我们一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心里边都想着 怎么去服事神 对吧 这是我们经常关心的 神经常说 你现在好好预备 然后预备了以后 你就要服事神 好 怎么样服事神 我们又看一个比喻 就是马上回那个二十多章 接下来的 他说 天国有好比喻的人 要往外国去 就叫了苦人来 把他家业交给他们 按照个人的财赞 给他们名字 一个给了五千 一个给了两千 一个给了一千 就往外国去了 那零五千的 随地拿去做买卖 另外赚了五千 那零两千的 也照样另赚了两千 但他领一千的 去揭开地 把主人的名字买糖了 过了许久 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 刚算账 但那零五千名字的 又带着那另外的五千来说 主啊 你交给我五千名字 请看 我又赚了五千 主人说 好 你在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你在不多的世上 有忠心 我要把许多的事 派你管理 可以进来享受 你主人的快乐 那零两千的也来说 主啊 你交给我两千名字 请看 我又赚了两千 主人说 好 你在又良善 又忠心的苦人 你在不多的世上 有忠心 我要把许多事 派你管理 可以进来享受 你主人的快乐 那零一千的也来说 主啊 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 没有中的地方 要收割 没有散的地方 要剧烈 我就害怕 去把你的一千名字 埋藏在地里 请看 你的原名字在这里 主人回答说 你的又恶又懒的仆人 你既知道 我没有中的地方 要收割 没有散的地方 要剧烈 就当把我的银子 放给最坏银钱的人 到我来的时候 可以连本带地受费 夺过他的一千来 给他有一万的 因为凡有的 还要加给他 给他有鱼 没有的 连他所有的也要剧烈 把这无用的仆人 丢在外面黑暗里 在那里 必要哀哭怯舌 这段经文中看到 要想服侍神 我们怎么应该服侍 你看 打回刚才那个 就刚才前一样 他说 天国有好逼更 有人要到外国去 那个人就是耶稣 一个人要到外国去 然后他就给他的仆人 就叫了仆人来 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 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 神把家业交给我们 他走了 有一天他再回来 对吧 他有一天再回来 然后他就按照 个人的财单给他们银子 今天我们 我们一样吧 我们刚才讲了 很清楚 我们今天是靠着神的恩典 成为神的儿女的 在没有成为神的儿女以前 圣明无端的东东 有一天 你可以信了 你就成为神的儿女了 成为神的儿女 马上就进到身体里面 你就成为 耶稣基督的身体 进到身体里面 就存在这个 神就会给 每个人都有恩赐 我们刚才讲说 是每一个人都有恩赐 我们好好要 需要在耶稣那寻求 耶稣你今天让我要服侍 怎么服侍你 所以按照个人的才干 耶稣给他们银子 你看 他给了耶稣五千 给了耶稣两千 给了耶稣一千 这个给我们很大的学习 有时候我们经常比较 我不知道你们的 我觉得在教会的服侍 很容易比较 有的人就看那个 你看我怎么那么服侍 你怎么就那样 他看不舒服 你知道吗 可是他不知道 神两个人不一样 有的人给了五千 有的人给了两千 有的人给了一千 你五千的 看了一千的 你就不舒服 你知道吗 他就只给他一千 可是你还以为说 我要跟他比 你看他怎么就不行了 这就我们看到 很大的一个方言 今天的教会的服侍 你要想服侍神 神就能看到说 每个人不一样 重要的 你知道你得了多少 重要的 你是属于五千的呢 你还是属于两千的呢 你还是属于一千的 对吧 第一 不要比较 我们今天 给我们学习很大 今天我们每一个人 是按照不同的 同神里面说的 有的人 做传道的 好好传神的道 有的人 传福音的 好好传福音 有的人 不同的恩赐 不一样 我们不要比较 你不要看别人 每一个人 他有一天 到神的交账去 是他每个人 和神交账的问题 你不用交账 你不用替他交账 但是你得给你交账 你要为你自己交账 所以你要清楚 你是得了多少 你看 这三个仆人 一个五千 一个两千 一个一千 好 你看那个十六节 那零五千 谁就拿去做买卖 他知道 他就能很清楚神的心意 他知道 神给了我五千 我又赶快去做 他知道做什么 对吧 他在做买卖 就是你得知道做什么 你就是神给问你吧 你还得知道怎么做 所以呢 你不断地要和耶稣有关系 我们一直讲过 和耶稣那个关系非常重要 今天不是你来的教会 不是你读圣经 不是你做了什么好事 不是你做善事 不是你传福音 这对都是外边的 重要的重要 你里边得和耶稣有关系 你和耶稣有联系 你得听他的 他是主人 今天耶稣是我们心里边的主人 谁也不是主人 我也不能命令你 你也不能命令我 耶稣是我们里边的主人 耶稣给你多少 你就好好去做 好好去服侍 你也不要管别人听不听 你不要管 那不是你的事情 但是你观念得做 谁要你做的 五千两千一千的 这个是真要好好寻求 我也不知道我是属于五千的还是两千的一千的 但是我真的得好好寻求 如果我是一千的我就不要看人家五千的 有人那牧师那么大 人家带来个教会 咱们要和人家比 你不是那个量吗 对吧 但是你得做好你自己的那本分 这很重要 我觉得我不知道你们 尽量受嚼嚼的 我不可能不比较的 我不知道你们去工作单位上 你比不比较 看着这个人 他怎么能做麦记者 我怎么能做麦记者 你去做到精力试试 可能你还真的不适合 不要看这些东西都不重要 关键是你自己真的 我们讲的这个还是神给的 还不是你自己的 靠你本身的能力 我举个例子 今天就有一杯水 我们今天得救的时候 都是我们今天那个杯子 都可能里面有水 有半杯啊 有多少水 我们那里原来的 因为当你得救的时候 你还是你 老我在那 对吧 然后你得救以后 你就是要把你那里边 那个东西倒干 我们叫做虚极嘛 把你的那里边 那个原有的老我 冒冒的去掉 神让神加进来 神加进来那个 是才干 那个给你的东西 你看那个东西浮食 不是那你原来 那个东西浮食 很多时候我们 你看到原来杯子里面 那半杯水啊 和东西原来老我在浮食 那个不能讨神的喜悦 讨神的喜悦 是你蒙恩以后 从神领受 神加给你多少 反弹那个服饰 你是五千 你就好好拿五千的服饰 你是两千 你就好好拿两千的服饰 你是一千 好 但是你看这两个人 你看五千 水利拿去做买卖 赚了五千 两千赚了两千 你看这个很好啊 两千的人 他们赚两千 心里的 你不用两千 想赚五千 能赚吗 麻烦累死了 你做不了那么多 你不要做 那你不 不照 对吧 你关键在神里边 那个平安 为什么我讲到平安呢 你只有他神的关系 你有很好的关系 你才能有平安 反正你平安不了 为什么 一进到教会里边 我不知道你们的 我经常 哎呀不做 不做好像不对 哎呀你看人家这个 那边那边 做呢又做不了 哎呀里边就在这争闹砸呀 这个 为什么会争闹砸呀 为什么不不 为什么你心不安定啊 因为你不知道你该做多少 你不知道你该做什么 有的人是享受的 有的人麻烦不了了 不做他就心里不舒服的 我跟你讲 他心里不做 他不做事 他心里会 他不会安静的 为什么呀 里边有责备 他觉得 哎呦我不做不行 我今天怎么能做事呢 但是怎么做啊 做多少啊 他不知道 所以呢 他做了也不舒服 不做也不舒服 你看 神清楚说是讲的 五千你就做五千的 你不要怕别人比较 神是不是给你五千 那你就做五千 你不要管别人 别人不做 你没关系 你一向神交召了 哎呀做了两千 你就做两千 你就赚了两千 好了 好 我们看到一千的 哎 过了许久 过了许久 我们知道主耶稣有一天再反遇 他要来了 他来了以后 我们所有的仆人 都要在他面前交召了 对吗 然后交召的时候 你看五千的说 我赚了五千 好 打了下一件 你看耶稣给他们讲什么话 耶稣讲说 好 你在用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哎呀 这是对我们每一个福祉族的人 最重要的 神最关心什么呀 神最关心良善又忠心 什么是良善又忠心呢 良善就是最莫测的心意 就是不是说我想干什么 是说 主啊 你到底心意是什么 你对我的心意是什么 我能做你 做干我的本分 做你要我做 这是良善 不是我自己想的 我自己想的东西 很大多 神都不让我做 我就做 这不叫良善 这也不忠心 对吗 这是瞎做 而且瞎忙 这个忠心有良善 就是你摸倒神的心意 然后你用爱神的心意去做 忠心的做 神交给你五千 你就做五千 这叫忠心良善 然后到一天的时候 神说你在不多的时候 有忠心 你看神的心意怎么样 今天我们在地上等候 耶稣再来 只是给我们训练 神看你忠心不忠心 如果你忠心的时候 神说你在这些小事上都这样 以后我让你管理更多的事 看见 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 我们以为以后到天上没事做了 耶稣再来的时候 天国 事做得不得了 那派你管理呢 神的儿女 今天神是在训练我们 神首先得救 然后训练你 然后把你带到天上去 然后继续管理很多事情 我们今天真的很多人就是 我们里面很多的不对的 就是要么我们只关注得救 得救没得救 老实在那多么 得救没得救啊 我到底应该怎么得救 应该去教会 还是应该读经 还是应该做什么 祷告应该几次 这宗教了 宗教就是每天到时间 哇就感觉到了 一天要是过这个时间 马上 哎呀完了完了 得会神了 今天你是神的儿女